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李明老师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或者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和我做更多的技术交流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继续为大家讲解 第四讲Linux常用命令 这节课里面我们进入了第四部分的学习 关于帮助命令 帮助命令应该说是在常用命令的讲解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来获得帮助 因为Linux的命令非常的多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不可能给大家介绍所有的命令 以及所有的命令选项 但是可能未来大家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或者在练习的过程中 会看到一些我们没有涉及的选项 或者没有讲解过的命令 那么怎么样能够获得这个选项的作用 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这些信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帮助的方式 那么怎么样来利用帮助 帮助我们来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这是我们这节课所要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那我们首先也要再提醒大家一点 其实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我们碰到不会的问题 那么首先第一 不要马上去问别人 你应该自己先尝试 不断的去练习 去尝试找到这个答案 通过Linux的一些帮助的方式 或者在网上搜索的方式 先去寻找答案 那马上就去问 别人可能马上给你解答了 那其实呢 你的自己的印象并不会深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想自己解决问题 那么在Linux系统里面 有哪些帮助命令可以协助我们 这里面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介绍两个命令 第一个命令很好记 叫MAN 那么你要想很好记一点 那就认为是男人的意思了 那在Linux里面呢 确实没有woman这个命令了 不过呢 MAN并不代表的是男人 而是代表的是menu 手册页的意思 我们可以使用MAN来查看到 Linux系统里面 相关的一些命令和配置文件的帮助 尤其倒提醒大家一点 有很多人都认为MAN只能查看到命令的帮助 这是不对的 其实MAN还可以查看到 系统里面相关的配置文件的帮助信息 我们先来看一下MAN这个命令怎么样来使用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一个应用 比如说呀 现在我想获得一个命令的帮助信息 那么你可以使用MAN加上命令的名称 像我们用的最多的命令就是RS了 MAN控格RS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进入到一个帮助的一个页面 那你看到他会告诉你这是一个用户命令的一个手册 叫user commands 然后在这里面呢 有很多的帮助信息 包括介绍呢 像name这就介绍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呀 以及什么格式啊 然后等等他所有的选项都是做什么用的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介绍 那在这个里面实际上 它是类似于调用了mail或lice的一个浏览方式 按空格就可以翻页 按回车可以一行一行往下翻 按q呢就可以退出 就像帽一样的 就跟帽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前面说 大家要知道帽这条命令怎么样来去用 因为你在帮助浏览的时候 其实就是掉帽来进浏览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 好那么假设说呀 我们看到这个帮助信息以后 可能啊大家会有一点困惑 就是这个帮助信息里面呢 实在信息量太大了 你用空格翻了几页都翻不完 那么怎么看这个帮助 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简单的方法 一般来讲 我们想要看帮助信息 看的最多的东西是什么 第一种情况最多见的就是 我看到一个命令 我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用慢 RS 你会看到 基本上都是在 Name这个选项部分 也就是在这个帮助文档的 最前面的位置 它会告诉你一行 简单的介绍 RS命令是用来列出 目录里面的信息的 你就一眼就能知道 这个命令大概是做什么用的 所以在Linx里面 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命令 你不知道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你只要看帮助里面的第一行 基本上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信息 但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命令的选项是干什么用的 你可以进入到帮助 比如说你不知道 RS-A A这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 你可以翻到这个位置 你看到 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讲过 如果一个命令 你不知道是英文原意是什么 或者它选项 你不知道英文原意是什么 你现在有办法了 可以看一下帮助 你看到它告诉你 -A 指的是--out的意思 是显示所有的文件 它给你解释了一下 包括那些 一点开头的文件 也不会被忽略 也就是说一点开头的是 在Linx里面叫隐藏文件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A 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选项的信息 但是这样太慢了 如果你想快速的定位到一个选项信息 用- 比如说-L 这个时候你看到 只要是跟-L相关的都会被列出来 那么你还可以 按N来进行查找 按N来进行查找 找到所有跟-L相关的选项 它都会很快的定位到这个相应的位置 这就找到了 我们讲的最多的-L MS-L表示用一个长格式来进行显示 所以-L我们说就像是Lang的意思 那么这个用法有点像我们在讲的Lice Lice里面我们可以再输一个斜杠 然后找你想要找的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说慢命令在浏览的过程里面 有点像Mal和Lice的综合的使用 你可以用空格来进行翻页 空格或F来进行翻页 回车来进行换行Q来退出 可以用斜杠加上你要指定搜索的 一些相应的关键的字符串 好那么这次呢 我想跟大家讲解的关于命令查看的时候 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我再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 你记住 如果我们在使用的过程里面 有一个命令 你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 你可以用慢加上命令的名称 比如说有一个命令叫Date 我们慢加上Date 它告诉你 Date是做什么用的呢 Name这部分就告诉你了 Date呢是用来print 一般来讲呢 我们指的是打印或者是叫显示 是用来显示和设置系统时间的 系统的日期和时间的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这个命令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呢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命令的选项 是做什么用的 比如说我想知道RMX的杠D选项 是做什么用的 你可以一页一页往下翻来找到 或者很长的话用斜杠加上杠D 就可以找到杠D 是directory的意思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你可以在查看某一个指定目录的详细信息的时候 用杠D这个选项 比如说LS杠LD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一般来得到一个命令的帮助 无外乎你就是想知道 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命令的某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 那么你通过我刚才讲解的方法 就可以很容易获得 不管你的英文有多烂 我跟你讲其实你要看的英文帮助信息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你只要看这部分就行了 那你可以实在不行装个金山瓷吧之类的软件 有的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来查询一下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其实计算机的单词 你只要每天背上二三十个 不出三四个月 你肯定都能看得懂这些常见的计算机英语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 很多人之所以学习Linux打退堂股 就是一道慢命令一看 成篇成篇的英文就崩溃了 其实没这个必要 因为你需要看的英文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多 那么我们来 这是MR慢 怎么样来查看命令的帮助 还有一个怎么样来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 我们前面呢 一直给大家演示一个例子 使用了一个配置文件 叫做ETC Services 那么用了这么久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文件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文件到底里面那些都保存了什么东西 那你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 慢除了可以看命令的帮助 还可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 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在慢来查看配置文件帮助的时候 千万不能写成这个样子 不能写成慢 加上这个配置文件的绝对路径 这是不可以的 这个时候实际上啊 你得到的并不是帮助信息 而是他把这个文件都显示出来了 我们在查看配置文件帮助的时候 只要用慢加上配置文件的名称就可以了 直接慢加上配置文件名称 比如说这个文件名称叫Services就可以了 不需要加它的绝对路径 这点大家要格外的注意 好那么回车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帮助信息 同样我们在查看配置文件帮助信息的时候 是想获得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Services文件 我们在上节课跟大家说过 在Linux的配置文件里面 以警号开头的行都是表示注释 那么跳过注释 你看到在Services文件里面 列出了很多这样的行 这都保存了一些什么玩意儿呢 如果你不清楚 你不知道Linux里面一个配置文件 它保存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用慢来查看一下 同样跟查看命令的帮助差不多 如果你不清楚一个配置文件 保存了哪些信息 你可以用看第一行 Name这个字段 它会告诉你 Services文件 它是一个Internet Network Services List 也就是说是一个互联网 网络服务的列表文件 那么实际上在Services文件里面 存放了所有的网络服务 它相关的基本信息 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呢 我们还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些信息 一般来讲啊 在后面内容里面 每个Linux的配置文件 都会有关于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的介绍 以后不管你在Linux里面 看到任何的配置文件 它看起来有多乱 它的格式看起来有多么的难懂 你记住 都是有规律的 Linux里面每个配置文件 都是有一个格式的 每个格式 它存放的是什么选项 都是有规定的 它一定有规律可循 这个规律在哪呢 看一下它的帮助文档 比如说 我们在往后翻的过程里面 你就会看到 那么一般来讲 在每个配置文件中 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行信息 它告诉了你 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 你看到它告诉你啊 这个配置文件 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Service Name 也就是说 这个网络服务叫什么名称 第二个部分含了两个选项 一个是Port 一个是Port 也就是说端口和协议 这个网络服务的名称呢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ATTP服务 就是我们平时上网 访问网站的时候 那个web服务 HTTP 那么它的端口就是80 什么是端口呢 如果举一个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 就像我们在家里面看电视 现在大部分电视都是只有一个屏幕 你看不同的台 你要换不同的频道 比如说我要看中央1 我就播1 我看中央5 我就看5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理解为 那个频道就像一个电脑的端口一样 我这台电脑 我可以提供很多个服务 我在我这台笔记本上面装了一个Linux服务器 我可以提供兄弟联的网站让你访问 这是80端口的服务 我也可以提供一个FTP服务器 让你下载我们的视频的教程 这是2120端口的服务 那么我们有这么多的服务 就需要不同的端口 否则我这台服务器就一个IP地址 就像电脑就就像电视机就一个屏幕一样 你怎么知道你要看的是哪一个电视台 你怎么知道你要访问的是不同的服务呢 这就是端口的作用 就像那个电视机的频道是一个道理的 那么所以它要有个端口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传输协议 这个呢我们回头了 在网络部分里面会给大家做更详细的讲解 也就是说呢 我们每一个服务 它可能有不同的传输协议 最常见的 像我们使用的就是TCP和UDP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做更多的介绍了 第四个就是它的别名 Alysis 别名 这个服务可能有个别名 比如说它真名叫HTTP 但是它别名叫Vib 这是可能的 那么你看到就有这样四个组成部分 而且在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 series name下面还有详细的解释 这个我们就不看了 一般来讲 我们查看一个配准件的帮助 你记住就看这两个方面 第一个 这个配准件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个这个配准件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这个series文件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用来远程连接的这个协议 这个服务叫SSH 你看到这个服务名叫SSH 它的端口是22 它的传输协议是TCP 它没有别名 不像FTP 还有个别名叫SFTP 但是它有一行注释 这是我们在上节可以提到过 注释也不一定非要写到前面 不一定非得像这行注释一样 锦号开头写在前面 它可以把注释写在后面也是可以的 只要用锦号开头的 你看有个解释 那么这里面呢 是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个配准件的基本的格式 好 这是关于怎么查看配准件的帮助 简单总结一下 你要记住 我们使用慢来查看帮助的时候 可以查看两个方面的帮助 一个是命令的帮助 一个是配准件的帮助 查看命令的帮助 一般来讲 就是看这个命令是干什么用的 看这个帮助手册里面最前面那一行 以及看这个帮助 这个命令 它的某个选项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用斜杠加上这个选项的名称 进行搜索定位到那个选项 如果是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 第一个 这个配置文件是干什么用的 跟命令一样 看内部那行 它会介绍你一句话的描述 告诉你这个配置文件的作用 以及呢 往下看 它一定会有这个配置文件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你就很清楚 它每一行定义了哪些东西 所以如果以后你在Linux里面 碰到没有学习过的命令 不知道的选项 碰到一个配置文件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也不知道这里面乱七八糟 都是按照什么格式来排列的 都可以用帮助 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慢命令 那么是我们在讲常命令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个命令 好 那么还有一个小的支持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要看一个配置文件 叫password 看它的帮助 在Linux系统里面 我们后面会介绍有一个命令 叫etcpassword 它存放了 既然叫password 虽然它是一个缩写 它没有or这两个字母 但是呢 它肯定存放了跟用户密码相关的信息 理论上好像听起来是这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的帮助 打开帮助信息一看 很奇怪 它的写的是password 是用来update 就是升级或更新的意思 根据一下这个用户的认证的 这样的一个密码 往后看呢 你发现还有选项 这事好像就有点不对劲了 一个配置文件 怎么可能有选项来介绍呢 那么 其实password 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用wires 能得到比wage更多的信息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wires 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做过一个介绍 除了它可以查到呢 一个命令的绝对路径 它还可以查到呢 帮助文档所在的位置 但其实它跟相比wage 还有一点不同 它能查到啊 配置文件所在的路径 你看wage 它只能查到命令所在路径 wires还能查到配置文件所在路径 结果你发现在linux系统 系统里面 有一个命令叫password 存放在优则并目录下面 有一个配置文件也叫password 那么这个时候你慢password的时候 我们说配置文件又不能加绝对路径 那么系统实际上优先查看的是 命令的帮助信息 在linux里面帮助文档是分成不同类别的 你看到这个帮助文档 为什么叫 慢1 然后叫password.1.gz 这个为什么叫慢5 叫password.5.gz 在linux里面 需要大家最基本了解的 就是两种帮助的类型 一个呢 就是1 这一般都是命令的帮助 一个呢 就是5 这一般呢 都是配置文件的帮助 这是大家最了解要知道的 帮助类型里面有很多种 但是最基本的你要知道这两种 1是表示命令的帮助 5是表示配置文件的帮助 如果password既对应一个命令 又对应一个配置文件 那么这时候呢 它肯定优先会显示命令的帮助 那如果你要查看配置文件的帮助 怎么办呢 很简单 跟系统声明一下 既然5是配置文件 你可以慢后面加一个5 意思是我要看配置文件的帮助 就可以了 慢5 password 你看到这回得到正确的信息 它会告诉你 password对应的就是密码文件 叫password file 后面呢 你往后翻还会告诉你 这个命令的格式是这样的 那么这是呢 作为了解的内容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知识点 好 慢命令呢 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需要大家掌握它最常用的用法 和使用的一个技巧 那么这里面呢 给大家介绍几个小的帮助命令 如果呀 你说我只想查看到一个命令或配置文件 它是干什么用的 我不需要使用慢 空格ls 行不行 这看起来太麻烦了 打开以后显示一堆 然后看一行 还得nq退出 有一个简单的命令 valtase 它可以直接只读取到这个命令 name部分的信息 就这命令是干什么用的 valtase 加上命令的名称 可以得到 这个命令的一个简短的介绍信息 很方便 可以直接用valtase 加上命令的名称 就可以得到这个信息了 你看我们如果查看ifconfig 它会告诉你 这是配置一个网卡 如果你只想 查看一个配置文件的信息 那可以使用这个iPurpose 直接加上这个配置文件的名称 比如说 services 这个跟services相关的比较多 那么直接看这个相对应的一行 它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internet network service list 那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命令来经查看 比如说我们经常是利用的这个init table 它告诉你 不要加绝对路径 它会告诉你 这是一个启动进程的配置文件 就可以看到这样相关的信息 所以可以使用valtase 加上一个命令的名称 只查看命令简短的信息 可以使用iPurpose 直接加上配置文件的名称 查看配置文件的简短信息 所以如果你是想 只是方便简单的 只是获得这个命令和配置文件 它是做什么用的 理论上可以用这两个命令 来代替慢 来进行浏览查看 这两个命令作为了解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那还有一种需求 你说我现在呀 只是想知道命令的选项 我并不想看到那些其他的一些 像它介绍性描述性的语言呢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的附加选项 叫杠杠help 比如说我们如果呀 现在呢想看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可能叫touch 我想看它有哪些选项 可以直接用杠杠help 就可以获得这些信息 它主要会把一些选项列出来 touch杠杠help 它不会像慢的信息那么长 它只会把一些常见的选项把它列出来 看起来非常的方便 那么这是关于呢 这个选项杠杠help 那么所有的命令 几乎都可以加上杠杠杠help的选项 帮助我们找到 它主要的一些选项有哪些 把选项列出来 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 这个部分的内容呢 好 那么这个命令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 最后呢 我再讲一个简单的用法 大家知道一下慢怎么使用 比如说呀 系统里面有一个命令 叫date 可以查看到 系统的当前时间 但假设说 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呢 是错的 写错了 我怎么办呢 你可以更改这个时间 但是更改时间的时候 你又不知道 这个时间格式怎么写 你可以慢一下date 注意 这个时候呢 这一行就告诉了你 除了前面失去 我们不用管它 时间更改的格式就是 在Linux系统里面 一般把时间的英文 这样塑写 M表示month 月 D表示 day 天 H表示hour 小时 M表示minute 分钟 意思类推 世纪 年 秒 所以如果 当前的时间是错的 你可以参照 现在我反白显示的 这个格式来更改 那现在呢 假设说呀 不是10点25 是10点27 那我就可以这样去改 今天当然 假设说3月14号 改成10点 第4位是分钟 改成27分 那么年如果没有错 可以不动 先想要世纪 2014年 世纪和年 然后秒呢 假设说是 吉利一点 18秒 就改完了 你看到时间就变化了 所以其实在系统里面 你想更改你的时间 根本就不用死基硬背 这个格式 你只要掌握慢的用法 我其实到现在都没记住 这个格式 每次改之前 我就知道用慢来查看一下 就能获得这个信息 所以慢是一个 非常有用的命令 需要大家掌握的 一个很重点的内容 好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能看一些辅助的教材 那么可能看到啊 还有一个帮助命令 叫information INFO information的作写 那么同样 也可以获得一些帮助信息 其实呢 这个命令跟慢是大同小异的 只是在帮助信息的显示上面呢 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别 包括方式上面呢 支持一些跳转呢 只是这样 根据你个人的习惯 你可以选择使用哪一个 并没有特别本质上的区别 那像我接触Linux比较早 早期的UNIX 也并没有information这条命令 所以我习惯于用慢 那么如果呢 你在用的时候 你发现 information这种显示的方式 我更喜欢 那你可以使用information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呢 是有这样的 额外的一个帮助命令 那这个大家作为了解 知道一下 好 那么这是关于帮助呢 我们大家所要了解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还有一点 这个大家要作为了解知道的就是 还有一个帮助命令 特别好记 叫help 这个 比较简单的 大家很容易理解help 我们喊救命的时候就喊help 它的意思是 可以查看shell内置命令的帮助 不知道大家在听前面这一集讲 Linux常用命令课程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 有的命令 我们在幻灯片上写的命令所在路径 叫shell内置命令 首先什么是shell 其实所谓的shell 就是一个命令解释器 也就是说你现在敲一个命令 谁来把这个命令传递给内核 内核来返回一个结果 他再把结果显示给你看 那个东西呢就叫shell 形象来说就像一个外窍一样的 那么它是一个命令解释器 在这个命令解释器里面 Linux里面有好几个 那命令解释器里面有一些内置的命令 怎么判断是内置的命令 很简单 这个命令是没有找不到路径的 举个例子 有很多命令 是shell内置命令 比如说我们前面学过的CD 你看到位置在找的时候 他提示你 noCD in 在所有的默认搜索路径里面 都找不到CD这个命令 再比如说 查看缺省的文件创建权限的Umask 你发现是找不到的 系统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命令 它都是一个是要内置命令 你可以通俗的理解为 找不到命令所在路径的命令 都是像内置的命令 这些命令不能使用慢来查看帮助 你用慢一下CD 你看到一堆的信息 但我告诉你 这并不是CD的帮助 这是CD当前呢 我们使用的这个shell 叫bash bash 它所有的这个帮助信息 都列出来了 你看第一段里面 列出这些信息 其实啊 这些全都是shell内置的命令 包括呢 我们讲过的这个CD 包括我们讲过的CD 包括我们讲过的 Umask 包括我们讲过的Pwd 都是一个shell内置的命令 那么它最后写了一行 你看到它叫做bash build in 内置 build in command 所以其实这并不是CD命令的帮助 而是呢 把整个这个shell的帮助信息 都列出来了 那如果你想获得一个shell内置命令的帮助 要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使用到 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帮助命令 叫help 你需要使用到help这个命令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你想查到shell内置命令的帮助 比如说Umask 牛慢Umask 是得不到它的帮助信息的 还依然会显示 这个shell的帮助信息 你需要使用到help 加上Umask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看到 就得到了Umask的帮助信息 其实Umask没有太多的选项 有一个呢 我们讲过的叫-S 如果有一天你忘了Umask 这个李宁老师在前面课程里面讲 Umask如果直接敲 会看到一个特别蛋疼的结果 因为你不直观 不知道缺省的文件权限是怎么样的 但Umask将上一个选项就可以了 不过你忘了这个选项是什么 怎么办呢 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的help 加上Umask 结果你一看 原来Umask总共就这么两个选项 你就算用试的 也很容易试到 Umask-S 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显示 默认创建文件的权限的 所以呢 这是呢 怎么查看校内置命令的帮助 很特殊的一个帮助命令 help 大家作为了解 要知道一下 我们之后学习这个校编程的时候 它更加有作用 比如说校编程里面 我们可以使用最基本的语法 如果有听力讲座的 学过编程的同学 一个最基本的 if 如果你不知道校编程里面 f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你只要help一下就行了 因为它都是一个校内置命令 你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在校编程里面 f的循环结构 它是怎么样来去写 包括它一些相应的解释 可以看得非常的方便 好 这是help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个命令 一般来讲 我们就用来查内置命令的一些帮助 校内置命令的帮助 和在校编程的时候 如果忘了相应的一个 这样的循环语句的结构 或者case你忘记了 你可以直接这样来去查看 就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信息 比如说vile 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很容易的得到这个信息 如果忘记了 这个vile的一个循环格式的话 好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为大家介绍了 在linux系统里面 怎么样获得帮助 不需要大声喊救命 我们只要自己在电脑里面 就能获得这样的信息 这是linux非常好玩的一个地方 所以不要惧怕linux linux本身它的开发者提供了大量的帮助获取的方式 可以让你在学习linux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那么我们需要大家掌握的命令 第一个就是慢 可以用来查看命令或配指纹件的帮助 千万不要忘记查看配指纹件的帮助 不需要写配指纹件的绝对路径 那么一般查看的时候 查看的都是哪些东西 在长篇大论的帮助文档里面 一般我们查看命令 记住 就是查看它最前面的name这个部分 看这个命令的作用 这个命令是用来干什么的 然后就是用来查选项 我们可以使用斜杠 加上选项的名称 可以得到这个选项相关的信息 包括最基本的 你不知道命令是哪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这个选项是哪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用慢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想查看配指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也是主要查看name 知道这个配指文件存放了哪些信息 然后可以看后面的这个文件的格式 知道这个文件那么有哪些 它定义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所以呢 你看帮助要知道看哪些东西 如果只是想简单的看这个命令 是干什么的 VaultAIDS加上命令 可以获得命令 简短的一个介绍的信息 如果只是想 获得这个配指文件的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用ApplePose 我们可以用ApplePose 直接加上配指文件 就可以获得配指文件的相关的信息 就可以获得配指文件相关的信息 那么如果我们想获得一个命令 只是它主要选项的信息 你可以用命令 加上-help来进行获取这个信息 那么额外呢 还有一个命令叫information 它也可以跟曼一样得到相同的帮助信息 再之后给大家演示了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更改系统的时间 查看的话 直接用data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更改 记住 曼还可以这样去用 直接查找到这个命令 它一些参数的格式 不用死基因被 就可以很容易查看得到 如果想查看 是要内置命令的帮助 可以用help 记住什么是是要内置命令 这种命令最大的特点就是 用wait or where is 找不到这个命令所在的路径 直接用help 加上命令的名称 比如说CD啊 PWD啊 umask都可以 就可以找到它的信息 像umask 就像我举的例子一样 你不知道它的选项是什么样的 umask 直接用help查看一下 就两个选项 你很容易知道 我们讲过的选项是哪一个 一个一个是 也能找得到了 另外一个在学校编程的时候 千万别忘记 任何一个校角本 如果它的一个语句的循环结构 比如说while 比如说case 你不知道这个结构是怎么样的 在share里面 可以直接用help 也可以查询到 获得这方面的帮助信息 好 这些帮助呢 我们在这节课就讲这么多 那么 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的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汽车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